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分享的故事,这期继续讲司机老刘第二十篇,龙开江说,先别急,出来再谈。 随即挂断了电话,于小洞接回手机,几枚弄眼道,怎么样,是好事吧? 刘汉东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小子,你胡我是吧?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龙开江? 于小洞憋得喘不过气,挣扎着说,等你出去不就知道真假了? 刘汉东丢下他,盘腿端坐,闭目养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自己都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怕头? 第二天下午,刘汉东被取保候审,由于消息来得太过突然,家属朋友都不知道。 办完手续后,他一个人走出了看守所大门,外面停了一辆黑色奔驰,车里伸出一只手,冲他勾了勾。 刘汉东走过去,只见驾驶员戴着墨镜,扶着方向盘的粗壮手臂上纹着龙,后排坐着一个魁梧的中年男人,香云纱挂子,手里捏着佛珠。 上来,男人说,刘汉东坐进车里,奔驰掀起一股沉烟,离开了看守所。 事情,龙业电话里已经和你说过了,你帮我们做事,我们放你一条生路,买卖公平,就看你做不做了。 男子点起一只雪茄,自顾自抽着,并不给刘汉东上烟。 做什么?刘汉东问,别管做什么,你都得接着,这是材料,你看一下吧。 男子递过来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刘汉东打开档案袋,里面是几张照片和一张印满字的打印纸。 照片上是个二十来岁的妩媚女子,分别拍于小区内、大街上、停车场以及美容院。 这个娘们叫新小婉,是金木辰的二奶,家住锦江豪亭十楼必坐,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把她的嘴撬开,我要金木辰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的证据, 你要是弄不到,就接着坐牢。 弄到了,龙老板一句话,你就是自由之身,就这样。 我考虑考虑。 刘汉东眉毛一扬,他觉得这个少妇似曾相识。 你没得考虑。 男子冷哼一声,摆在你面前的只有这一条路,想跑也行, 你家里情况我们摸得一清二楚,你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自己掂量一下吧。 刘汉东的拳头握紧了,但玄机又松开,你们自己怎么不去撬开他的嘴,何必找我? 你干这个更专业,你不是挺会偷车的吗?这回偷个人试试吧。 男子拍拍司机肩膀,前面停车。 奔驰停在路边,将刘汉东放下,继续绝尘而去。 艳阳高照,四下荒凉,身上没钱也没手机,刘汉东一步步走回了市区。 在三环路附近拦了辆出租车,开到铁渣街,停在汽修厂门口,厂子大门紧闭,敲也没人应。 只好再去牛肉村,先借了钱把车资付了,再用山炮的电话通知了家里和马林,说自己取保后审了。 打完电话,想了想又拨打王兴的手机,王兴显然不知道刘汉东取保后审的事情,吓了一跳。 你越狱了,怎么用世话打的? 龙开江给我的伴的取保后审,让我帮他办件事,这事你也有份,一起商量商量吧。 半小时后,王兴驾车来到铁渣街,两人来到郊外屁静处商量。 这一招叫借刀杀人,龙开江是想拼个鱼死网破啊, 他现在被沾树森钉得很紧,手底下人也都抓得抓,跑得跑,能干大事的人不多了,所以描上你了。 不对,还有我一份,这案子咱俩一同背的。 王兴道,那干不干,刘汉东其实已经下定决心,他在等王兴的决定。 还有其他选择吗?王兴苦笑一下,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了。 王兴是开私家侦探所的,丁烧跟踪安装个摄像头什么的,本来就是业务范围,不过都是以抓小三为主,这回是要扳倒政府大员,难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还需从长计议。 从二奶打开突破口,搬倒金木尘,这个龙开江身边有高人指点啊,可就苦了咱哥俩了。 要是搬不倒,可比盗窃罪严重得多,对付金市长,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啊。 干就干吧,豁出去了。 两人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天开始行动,王兴把刘汉东送回去,自己也回家去了。 刘汉东推开汽修厂大门,里面依然保持着那晚的狼藉局面,机器设备上贴着工商局的封条,地上扔着税务局的罚款通知书。 他弯腰,剪着地上的钢条,盘子,筷子,忽然察觉背后有人,回头看去,马灵的身影被夕阳笼罩着,箱上一层金边。 马灵三步并坐两步冲过来,刘汉东丢下手中的东西,将他紧紧抱住,两人积稳数分钟,刘汉东拦腰抱起马灵进了屋子。 一番急风骤雨之后,两人横卧在凉席上,马灵在刘汉东赤裸得胸膛上画圈圈,柔情逆意,浸在不言中。 不是说要等到结婚吗?怎么想开了?刘汉东道,想给你留个种,等你出来就当爸爸了。 马灵悠悠地说,刘汉东心里一疼,别那么坏,我这回不会坐牢。 怎么?龙开江说不告我了。 我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情,肯定有其他的条件,他让你干犯法的事情了。 马灵一咕噜爬起来,忽然意识到没穿衣服,赶紧找个枕巾遮掩一下重要部位。 只要不是杀人,我什么都干,刘汉东恶狠狠地说。 那不行,有的是能干,有的是就不能干。 费什么话,我先把你干了。 刘汉东一个恶虎扑羊又上去了。 第二天早上,马灵从梦中醒来,一摸身边是空的,刘汉东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傅康也不在了。 他知道男人是去替龙开江做事了,心中一阵担忧,怅然半天,穿上衣服出门,到大门口又担心被别人发现,犹豫了半天才出去。 还好,街上人来人往,没人注意他。 刘汉东驾驶傅康来到锦江豪亭,将车停在路边,上了王兴的哈佛。 王兴拿着望远镜,嚼着面包,他在这儿守候几个小时了。 新小婉的车停着没动,保姆刚才出去买菜了,估计主人还在家里睡觉。 咱们得想办法进他家,安装摄像头和窃听器,最好能搜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外国银行存款单,大额现金什么的。 王兴说,费奈劲,等他出门逛街,把门头开进去不就行了。 刘汉东很想速战速。 绝,傻呀你,他家有保姆,时刻在家,就算买菜也就出去一会儿,我可不想再惹出什么麻烦来。 再说,这个小区保安措施极严,把警察招来,吃不了多着走。 王兴道,举起望远镜,窥视着锦江豪亭。 这是锦江有名的高档社区,两座江景豪宅,单价上了五万,住在这儿的非富即贵,门禁很严,因为住户少,都是熟面孔,所以很难混进去。 刘汉东灵机一动,要不这样,咱们化妆成煤气公司工作人员,进去维护设备。 然后直接敲门进他家检查煤气泄漏,顺便安装摄像头窃听器。 可以试试。 王兴立刻开车,找了一家老保用品商店,买了两套蓝色工作服。 回到公司,自己打印了煤气检修的布干胶,贴在衣服和车身上,拎了个工具箱。 带上借听监控的间谍设备,大摇大摆来到锦江豪亭,出示了假的工作胸卡,果然顺利进入。 新小婉家住十楼壁座,门前有可视对讲,王兴头戴安全帽,按响门铃,和保姆通话后,门开了。 两人换上鞋套,进入室内,家里还有另一个保姆,正在打扫卫生,拿着抹布擦拭着边边角角,连桌子下面都不漏过,卧室内传出女主人的声音,好好打扫,任何嘎啦都不许漏掉。 晚上家里有客人,侠姐,来的什么人?检查煤气的。 保姆答道,一丝不苟地跟着王兴,盯着他检查煤气。 王兴心里只叫苦,遇上这样的家庭,什么摄像头,窃听器都藏不住,只好进厨房胡乱检查一番,说你们家没问题,然后退了出来。 你怎么不装摄像头啊,多好的机会浪费了。 刘汉东抱怨道,难度太大了,再找机会吧。 王兴一筹莫展,行动过于仓促,准备不足,再说,就算在室内装上摄像头,意义也不是很大, 又拍不到床上的画面。 刘汉东想想说,突击打扫卫生,晚上有客人,是不是金木尘要来临幸? 王兴恍然大悟,厨房里买了许多菜,有牛排有对虾,兴许真的是金木尘要来过夜。 今天星期几,咱们找准规律,这次不行,下次肯定可以抓到杏金的生活腐化堕落的证据。 两人并没有白来一趟,他们在电梯口找了个隐匿位置,安装了摄像头,如果金木尘来的话,一定会被拍下面目。 然后,两人就一直等在小区门口,直到夜里九点,金木尘也没出现。 金市长日理万机,怕是轮不到新小婉这一支了。 王兴叹道,再等等吧,刘汉东不死心。 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夜间十点半,金市长依然没来,监控画面中,新小婉却怒气冲冲地出门了。 两人立刻紧张起来,盯紧大门口。 过了几分钟,一辆白色双门版路虎极光驶出锦江豪亭大门,王兴立刻驱车跟上。 这个新小婉开车很霸道,一辆车站了两个车道,速度又慢,反应又迟钝,惹得一阵阵喇叭响,不过大家看到驾车的是美女之后,也都能理解。 陆虎最终停在了唐国酒吧的楼下,自从段二炮在这里被枪击之后,酒吧的生意不但没受到影响,反而更加火爆了。 新小婉停车上楼,穿得挺暴露,吊带热裤,长发披肩,身材又好,皮肤又白,引得不少人扭头回望。 这嫂娘们耐不住寂寞,来找乐子了,今天没戏了。 王兴失望道,刘汉东却不愿放弃,我上去看看,兴许能抓到他的把柄,要挟他一把。 好,你去吧,我接应你。 王兴懒得在动,刘汉东紧随新小婉上楼,进入笛巴,里面闹哄哄一片,吵得恼人都疼,很多红男绿女跟着节奏扭动身躯,灯光太黑,一眨眼就看不见新小婉了。 新小婉是赌气来酒吧的,老公说好了,今天来吃饭,人家特地坐了澳洲升台等他,结果却说,开会不来了,谁知道又去哪个见人家过夜了。 今晚这里人很多,台子都满了,新小婉在人堆里挤来挤去,没留意一双贼眼,已经盯上了自己。 这双色迷迷贼眼的主人,就是死而复生,闲于翻身,进江道上最传奇,最牛逼,最狠最黑最猛的血魂堂老大,段二炮。 段二炮是宝外就医出来的,詹子宇向他保证过,只要不出人命就没事,果然说到做到。 不过血魂堂的班底被寻特警抓了许多,元气大伤,现在跟在段老大身旁的都是新招的小弟。 糖果迪巴的老板也是道上混的,颇有经济头脑,他非常欢迎段二炮常住这里,一方面能提高迪巴的声誉,另一方面也能震得住场子。 段二炮在这儿玩,哪个不开眼地敢捣乱? 这一招效果奇佳,迪巴这种地方向来鱼龙混杂,每天都有打架斗殴事件发生。 为此老板特聘了好几个退伍特种冰刊厂子,别着电机器和胡椒喷雾,每月光工资就几万块,还不如段二炮往哪里一出来的管用,花销还小,一天三四平甲之华士就管够。 段二炮喜欢迪巴这种喧嚣的所在,因为他在大西北敦苦遥的时候实在是憋坏了。 迪巴里有他迫切可求的一切元素,酒,暴力,骚浪的女人。 在这里,他所有压抑的欲望都可以得到尽情地释放,想揍人了,随时找茬剁手,想搞女人。 满大厅都是穿着淘宝小礼服,摇动着身体,拿着苹果手机摇微信,找艳遇的浪货。 这种女人通常姿色还都不赖,也放得开,买几颗摇头丸就跟你走,段二炮夜夜换新娘。 起初玩得挺痛快,一度还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后来发现那娘们前脚从自己床上下来,后脚就搭上一个小白脸男模, 气得二炮哥挑了小白脸的脚筋,花了女人的脸,再往后,二炮哥也就学得把屌无情,游戏花丛了。 这会儿,段二炮正在要手机,他也弄了个微信账号,名字叫与寂寞油染,头像是大金链子和奥迪车钥匙,正摇得起劲,忽然发现外面进来一个女子,顿时整个世界就安静下来,一抹亮光从心底升起。 新小婉是江东艺术学院舞蹈系毕业的,学跳舞的人有种独特的气质,绝非那些笛巴里的雍之俗粉可以比拟,他身材极佳,肤若明知,在拥挤喧嚣的笛巴中,艰难地向前挤着,眉头微醋,似乎有些不高兴。 段二炮不是文化人,不晓得我见油脸这种成语,但他也明白,自己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被打动,一瞬间他感觉以前日的那些娘们简直都不叫娘们,那叫母猪,只有这个小娘们才够味,才能让他段二炮神魂颠倒,哪怕为他砍一百只手,都他妈值。 新小婉喜欢笛巴这种喧嚣的所在,因为她的日子过得实在太平淡无奇,每天就是吃饭睡觉,逛街购物美容跳舞,对着两个农村来的保姆,根本没有任何交流的欲望。 微博微信,QQ上也找不到知心的人聊天,老公是政府高官,公务非常繁忙,又要注意影响,十天半个月能来一次就不错了,而且每次来都不能进行,哪怕服用了伟哥也不行, 新小婉正是不到三十岁的清新号新号年纪,正常需求得不到满足,烟能没有怨气。 所以,她喜欢夜里到迪巴来玩,越闹越好,喝点酒,抽点烟,再来点摇头玩,让郁闷的心情得以发泄,如果能调到一个年轻英俊的帅哥,那就完美了。 不过这种闹白礼金恋大哥和社会青年比较多,符合新小婉口味的菜不多,而且她不敢乱来, 如果偷吃的事儿被老公知道,后果不堪设想。 正好角落里有一张台子刚空下来,新小婉走过去站住位置,玄机酒宝送上之华氏和红茶冰桶,冲她指了指不远处的段二炮。 二炮哥潇洒地挥挥手,脖子上的大金链子在射灯的照耀下流光溢彩。 新小婉一阵不舒服,她最不喜欢这种粗俗不堪的痞子,赶紧将头低下玩手机,她也在玩微信,名字叫寂寞。 突然有陌生人加她的微信,名字居然叫与寂寞有染看头像,不就是那位给自己送酒水的金链大哥吗? 新小婉觉得危险在逼近,拎起包就要走,可是段二炮已经端着酒杯过来了,四五个小弟也跟过来,将他们围在中间,在音乐强力节奏下扭动着身体。 迪巴里太吵,面对面说话都听不到,段二炮将酒杯塞给新小婉,自己也拿了一杯,一氧搏先干了,然后示意新小婉也干了。 新小婉吓坏了,她不能确定这杯陌生人递来的酒里有没有麻醉药,或许一杯下去,自己就昏倒了,然后被这帮人抬进一辆没牌照的破面包车,拉到城乡结合部的小旅馆,轮番糟蹋自己,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充斥着新小婉的内心,她开始后悔不该耍脾气来迪巴散心。 老时待在锦江豪亭的家里看韩剧多好,她将求救的眼神投向不远处的保安,可保安视若无睹,根本不搭理。 段二炮目光炯炯盯着新小婉,她又相信世界上有真爱了,这小娘们眼神闪烁,吓得跟小安纯一样,真有趣,真可爱,恐怕她还不晓得二炮哥和血魂糖的威名吧。 等她知道真相之后,肯定惊喜万分,打都打不走。 话说回来,血魂糖确实需要一个大嫂了。 总之,二炮哥这回是当真的。 新小婉最终还是没敢喝这杯酒,她面带冰霜,将酒杯放在台子上,转身就走。 段二炮一把拉住她的胳膊,用力有些猛。 二炮哥是操人,不懂得怜香惜玉,新小婉的胳膊被抓得生疼,心中本来就有火,这回更被激怒。 虽然她胆子小,但也知道自家老公是什么级别的大官,捏死一个混混和捏死蚂蚁没区别。 冲动之下,拿起酒杯将满满一杯甲之华氏对冰红茶全泼在段二炮脸上。 二炮哥和血浑糖的小弟们全傻了,万没想到一个小娘们敢蹬鼻子上脸,泼炮哥一身,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眼睁睁看着小娘们拎着包挺着小胸脯就走了。 段二炮的火蹭地上来了,立刻追了过去,新小婉加速向前走,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抬眼一看,挺直的鼻梁,坚毅的嘴唇,宽肩细腰,朴素的白T恤和带破洞的牛仔裤,不羁中带着潇洒,狂放中带着一丝温柔,正是新小琪梦幻中最理想的男子。 就我,新小婉紧紧抓住男子,眼眶中立刻就寒了泪。 刘汉东是跟踪新小婉进来的,绕了一圈没找到人,得来却全部费功夫,而且还向自己呼救。 这是闹哪样? 紧接着,后面就过来几个混混,为首的是个金链大汉,看金链子的粗细,就知道档次不低。 这种英雄救美的狗血段子,居然让自己碰上了,真是晦气。 段二炮很愤怒,本以为这女人是单独来的,没想到是有男人的。 今天非把这个不开眼的祸堕了不可,他气势汹汹就上去了。 刘汉东不想惹事,更主要的是,不想暴露了自己。 他将新小婉一把推开,说,不好意思,你认错人了。 段二炮心说,这货还挺有眼色的,也不为难他,上前一把拦腰抱起新小婉向外面走去。 新小婉奋力挣扎着,哀怨又失望地看了刘汉东最后一眼,便被段二炮抱走了。 这伙人走了之后,门口保安才心有余悸道,伙计,幸亏你没多事,不然手就没了。 那傻逼是谁? 刘汉东问。 他你都不认识,他就是段二炮。 保安略带不屑,看着刘汉东。 刘汉东虽然和血魂堂交过手,但一直没和段二炮面对面过,此刻恍然大悟。 没有犹豫,立马跟了出去。 段二炮抱着新小婉在等电梯,今晚他就要来个霸王硬上宫,征服这个小娘们。 他相信一个真理,女人就是欠感,干多了没感情也有感情了,这就叫。 日久生情。 电梯到了,刚来的顾客们惊慌地看着他们。 再看,把你眼抠了,小弟恶狠狠骂道。 一行人进了电梯,按了一层,电梯门缓缓关闭, 新小婉也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忽然一只手伸进电梯门,阻止了门的合拢,紧跟着一个人走了进来,和善地笑笑,不好意思。 正是刚才那个人,段二炮并不担心这家伙横刀夺爱,鄙夷地瞪他一眼,出去。 刘汉东一记直拳打在段二炮脸上,他戴着刚制的纸节套,前端是尖刺,杀伤力巨大。 可怜段二炮根本没反应过来,就被一拳打昏。 临婚迷前,似乎还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那使他的鼻梁骨在支离破碎。 接下来的十几秒钟,新小婉一辈子都忘不掉。 狭窄的电梯内,刘汉东左冲右突,拳脚膝盖并用, 段二炮手下四个张牙舞爪的小弟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便全被放倒。 叮咚,电梯到一楼了,由汉东拉起新小婉就走,快跑。 新小婉急匆匆跑着,忽然觉得身子一轻,原来被男子抱了起来,大不留心进了停车场。 新小婉的心如小鹿乱撞,大喊道,上我的车,白鹿虎。 几个血魂堂小弟跌跌撞撞追了出来,手里也多了大砍刀,新小婉下的花容失色,尖叫道,快,他们追来了。 路虎急光是无钥匆进入的,刘汉东奔到车前,车所自动打开,拉开门将新小婉丢进去, 自己坐上驾驶席,启动汽车,当位旋钮冉冉升起。 我操,这么高档,怎么用的?刘汉东问。 转就可以了,新小婉喊道。 刘汉东迅速倒车,一个甩尾车头对准血魂堂的小弟们, 雪亮的大灯罩得他们睁不开眼。 坐稳,话音未落,路虎就咆哮者冲了出去,挡路者四散逃开, 刘汉东猛踩刹车,刺耳的刹车声响起,一股轮胎交呼位飘进鼻腔, 被颠得东倒西歪的新小婉觉得肾上腺素极度分泌。 兴奋,刺激,浪漫,无与伦比的感觉。 市中心寸土寸金,连停车场都设计得极为紧凑,进出只有一条道路。 等刘汉东开到出入口的时候,正好有一辆车要进来, 路虎被迫停下。 血魂堂的小弟们追上来,用砍刀猛砸车窗, 还有人爬到引擎盖上,高高举起了雪亮的砍刀。 新小婉尖叫一声捂住了脸,忽然一股大力传来, 差点被甩在中控台上。 原来是刘汉东在迅速倒车,就听车后咣当一声, 有人被撞飞,站在引擎盖上的人也不见了, 估计是没站稳掉下去了。 又是一把刀砍在驾驶席的车窗上, 猙獰的面孔在停车场明亮的点雾灯下照得分明。 这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而已, 瘦骨临巡的上身上刺着虎豹,力气十足。 刘汉东猛然推开车门,将那小子撞开, 没料到又是一把刀砍过来, 胳膊上吃疼,中招了。 他不敢再逞强, 瞥一眼停车场布局, 猛打方向盘爬上台阶, 直接压过花坛出去了。 后视镜里,血浑堂的小弟们依然紧追不舍, 怎那两条腿跑不过四个轮子, 很快就将他们甩开。 鹿虎荒不择路, 行驶在反向车道上, 对面来车大灯闪亮, 喇叭齐鸣, 新小婉吓得尖叫不止。 刘汉东在下一个路口来了个甩尾摆正了方向, 差点把新小婉甩到后排去气得太嚷道, 你能不能开吻点? 你能不能系上安全带? 刘汉东正眼都不看他。 你,新小婉气鼓鼓系上了安全带, 偷眼看刘汉东, 线条硬朗的侧影简直帅到眉边, 尤其是他紧绷着嘴唇用手掌搓动方向盘的时候, 简直让人目眩神迷。 你家住哪儿? 我送你。 刘汉东瞥一眼新小婉道。 不行, 你这样子不能去我家。 新小婉皱眉道, 家里俩保姆四只眼睛盯着, 带个精壮汉子回去滚床单肯定是不行的。 我有要说去你家吗? 刘汉东祈祷。 新小婉知道口误了, 心直口快,不小心把真话说出来了。 不过他很有机制, 他们肯定在追杀咱们, 我家也不安全。 你家住哪儿? 刘汉东又重复了一遍, 晚上的行动超出计划太多了, 他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忽然对讲机的灯亮了了, 他和王兴卫通讯方便, 配备了摩托罗拉对讲机, 用的是空气耳脉。 耳机里传来王兴的声音, 伙计,英雄救美,行啊, 别回头,我在你后面跟着呢, 今晚直倒黄龙, 就看你的了, 别说话, 知道你说话不方便。 刘汉东干咳了一声, 悄悄将耳筒摘下, 这玩意太高端, 看起来像特工, 他怕把新小婉吓到, 怀疑自己的身份。 好吧, 我住锦江豪亭。 新小婉并不死心, 自己不争一息之欢, 只要留个电话或者微信什么的, 机会多的是, 段二炮伤得很重, 鼻梁鼓被打碎, 弄了个满脸花, 他被小弟们架上车, 还不忘交代一句, 打电话喊人去锦江豪亭堵他们, 那娘们住那里。 倒不是段二炮未卜先知, 而是季末在微信上晒了不少照片, 许多都是以锦江豪亭为背景, 傻子都能看出他家住哪儿。 二炮哥先送医院急救, 小弟们迅速打电话喊人, 几辆车满载刀手直奔锦江豪亭, 将小区的两个门都堵上了, 坐在车内, 专等那辆白色路虎。 刘汉东多绕了一圈, 所以比他们来得晚, 距离锦江豪亭正门, 还有几百米, 就看见门口的人了, 一辆奥迪Q7横在人行道上, 几个痞子打扮的人在四下晃悠, 门未敢怒不敢言, 大半夜的极其醒目, 他们在大门口, 新小婉的声音在颤抖, 看见了, 刘汉东加快速度, 从大门前经过, 晚上车流稀少, 白鹿虎很醒目, Q7立刻追了过来。 他们追来了, 新小婉不停回头看。 坐稳, 刘汉东降挡加速, 鹿虎极光的排量虽然不如Q7, 但道路追逐更考验的是车技, 刘汉东自信, 整个晋江市没几个人能追得上自己, 尤其是在室内道路上。 五分钟后, Q7就撞上了行道树, 因为驾驶者太过心急, 转弯的时候没减速, 导致侧翻, 在地上擦出一串火花, 撞到了两棵梧桐树。 爷, 欣小婉兴奋地叫起来, 坐在刘汉东驾驶的车里, 他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有一种刺激的愉悦感。 欣小婉伸手要和刘汉东机长庆贺, 却浅到白眼, 坐稳, 别乱动。 好凶。 欣小婉撅起了嘴, 刘汉东没理他, 他在考虑怎么把这个烫手山芋送出去, 左思右想, 没有好去处, 呼听一声惊呼, 呀, 你受伤了, 不碍事。 刘汉东说, 他的左臂被划了一刀, 血淋淋地看着挺吓人, 其实并不严重。 不行, 要立刻包扎, 不然你会死的。 欣小婉急了, 他还打着中控, 停车, 快停车。 刘汉东一脚刹车停下, 欣小婉拎着包下车, 甩开高跟鞋, 奔向路边的24小时药店, 买了点酒红药水, 纱布绷带等一堆东西, 拎着塑料带回来, 急切道, 不能去医院, 警察肯定也在抓你, 找个地方我替你包扎。 这里就行。 刘汉东说, 车里不行, 去那儿。 欣小婉指着远处 一栋高耸入云的大厦, 那是四季大酒店, 尽将最豪华的五星级宾馆。 好吧。 刘汉东也不矫情, 驾车直奔四季酒店, 到了门口, 自有服务生过来拉门, 欣小婉将钥匙抛给他说, 把车停好。 拿了快披肩, 很自然地挡住 刘汉东左臂的血迹, 挽着他的胳膊进了大厅。 你在这稍坐等我, 我去check in。 欣小婉将刘汉东 按在沙发上, 很镇定优雅地走到前台, 拿出身份证。 白金信用卡, 迅速办理了入住手续, 拿了房卡, 挽着刘汉东进电梯, 插卡上楼。 房间在十八楼, 豪华大床房, 欣小婉预盖迷张道, 如果要两张床的标间, 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刘汉东耸耸肩, 说得好像在搞间谍活动一样, 谁没事怀疑你啊。 他静止走到窗边沙发坐下, 窗外俯瞰江景, 沿岸灯火通明, 景色宜人, 房间宽敞, 色调温馨, 房价起码两千以上。 欣小婉拿出绷带 帮他包扎伤口, 他显然没干过这个, 笨手笨脚地弄不好。 刘汉东索性自己包扎, 单手将左臂伤口缠上, 用牙齿将绷紧, 站起来说, 我该走了。 这么晚了, 你去哪儿? 欣小婉有些震惊, 鸭子都煮熟一半块能吃了, 怎么又要飞? 回去。 刘汉东把腿就走, 丝毫没有留下保护这个 无助弱女子的意思。 就在他的手搭上门把手的时候, 欣小婉忽然不顾矜持, 赤脚跑了过来, 从背后紧紧抱住刘汉东, 将脸贴在他宽厚的后背上, 哭道, 别走好不好, 我怕。 刘汉东迟疑了一下, 觉得自己就这样一走了之, 很不便于日后开展工作, 一心软, 手就放下了。 欣小婉继续趴在他背上哭泣, 刘汉东忙了一天也没洗澡, 满身的臭汗, 但在欣小婉闻起来, 却是纯正的男人荷尔蒙味道, 简直上瘾。 好了, 你别哭了, 把我衣服都打湿了。 刘汉东说, 你不走了。 欣小婉破涕微笑, 把衣服脱了, 我帮你洗。 刘汉东穿一件很普通的 煤牌子的夜市摊子买的T恤, 浸透汗水不说, 还沾了血和欣小婉的眼泪, 他将衣服脱了下来, 露出一身古铜色的腱子肉, 差点没把心小婉晃得晕过去。 太有形了, 这种健硕而英俊的男人, 只有韩剧里才出现的呀。 若只是单纯的肌肉男家帅哥, 倒也不奇怪, 健身房里的小白脸可不少。 但这汉子的线条, 分明不是机械家肋骨纯练出来的, 而是体力劳动加训练形成的。 他的身手如此利落, 对付流氓混混只用一招, 绝不拖泥带水, 这种人要不是特种兵。 欣小婉把自己的名字倒着写, 你是军人吧? 欣小婉问道。 刘汉东点点头, 曾经是。 欣小婉一阵狂喜, 自己没猜错, 果然是个兵王。 那你现在做什么? 汽车修理工? 这倒是出乎欣小婉的意料之外, 不由得一阵心酸, 埋没英才啊。 我叫欣小婉, 你叫什么名字? 刘汉东。 刘汉东, 很阳刚的名字, 你先去洗澡吧, 一身的捍卫。 刘汉东进了浴室, 四季酒店的浴室很大, 大理食欲刚豪华无比, 他开始冲澡, 同时考虑着如何脱身。 外面, 欣小婉坐在沙发上, 心里小鹿乱撞, 脸颊飞红, 今晚的奇遇, 简直是老天爷恩赐给自己的, 一切都是那么地顺理成章, 浪漫而传奇。 过了五分钟, 刘汉东穿着浴袍出来了, 短茶头发还沾着水珠亮晶晶的, 浴袍下一双肌肉结实的腿, 汗毛很黑很长, 很有男人味。 忽然心小婉如遭雷击, 嫩嫩道, 我肯定在哪里见过你? 我去年八月才退役回来, 你记错了吧? 刘汉东说, 那就对了, 去年八月底九月初, 你去过大润发超市吧, 在地下停车场帮我倒车入位, 就是这辆白色极光, 想起来了吗? 你还带着一个小妹妹? 刘汉东待了片刻, 恍然大悟, 原来是你呀。 新小婉无比欣喜, 这场邂逅绝对是老天爷安排的, 这就叫缘分天注定, 冥冥中自有天意呀。 哎,好热, 我先去洗澡, 你看电视吧。 新小婉走进浴室之前, 风情万种地瞟了刘汉东一眼, 浴室里传来水声, 刘汉东心头燥热, 在屋里走来走去, 接下来什么剧情, 傻子都能猜出来, 饥渴难耐的身归少妇 打算把自己练成要渣, 一般人摊上这种事都不会拒绝, 练就练呗, 反正不吃亏, 这是双赢的好事。 但那是指正常剧情, 而刘汉东并不是去酒吧消遣邂逅新小婉, 而是对这个女人之根之底, 向庄武建一在佩宫, 要对付的是他背后的男人, 这种情况下自然想的就更多一些, 且不说新小婉的二奶身份, 就是为了工作, 也要斟酌一番上与不上的差异。 上了自然可以迅速拉近距离, 便于侦查, 但总觉得对不起马林, 不上的话, 工作开展得就慢,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见面就上床, 也不是稀罕时, 完成任务才是重要的, 牺牲自己色相又怕什么。 刘汉东坐在沙发上思想斗争着, 那边新小婉已经洗好了, 裹着玉袍出来, 好一朵出水芙蓉。 本来她是化了妆的, 现在洗尽千华, 宋面朝天, 反而比先前好看了许多, 头发湿漉漉地往下滴着水, 瓜子脸红扑扑的, 更显鲜嫩可口, 洁白的玉袍下是线条优美的小腿。 这浪货玉袍底下肯定是真空的, 刘汉东暗响, 她目不斜视, 拿着遥控器换台, 正好有足球节目, 便目不转睛看了起来。 新小婉心中暗笑, 男人她见得多了, 都喜欢装得道貌岸然, 结果还不是一个样。 这位帅哥眼睛在电视上, 怕是早就心愿意满了。 对付男人, 新小婉还是很有一套的, 她颇懂得欲情故纵的道理, 男人都很贱, 主动送上门的就不稀罕, 求来的才当回事, 现在到了临门一设的时候, 反倒该矜持一下了。 她穿着玉袍和衣躺到松软的大床上, 用毛巾擦着头发, 不经意问道, 喜欢足球啊。 嗯, 我在学校是校队前锋。 刘汉东答道, 哦, 你是哪个学校的? 新小婉随口问道, 这种修车小工 无非是蓝祥之类技工学校毕业。 没想到刘汉东答道, 江大。 新小婉擦头发的手停住了, 江大, 那可是省内第一流名牌大学, 不会吧? 你哪一年上的江大, 他这回不是随口问的了, 而是很认真的在问, 他对这个硬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不再只盯着他健硕的躯体。 就是淮江发大水那一年, 我在江北上高三, 学校都疏散了。 刘汉东说, 那你比我小一届, 那年, 我在艺术学院上大一, 学校组织我们慰问抗洪战士来着, 我还跳了个舞呢? 哎呀, 我比你大哦, 那我喊你小冬弟弟吧。 刘汉东一阵恶寒,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你怎么又去当兵了? 大学毕业了吗? 心小碗接着问。 大一就去当兵了, 当时鬼使神差的, 谁都劝不住, 当了八年兵, 除了学会开车, 修车打架开枪, 啥也没捞着, 不过我不后悔, 不当兵才后悔里。 刘汉东眼睛盯着电视, 心却飞回了云南部队驻地。 真是可惜了, 大学生涯也是人生重要经历啊。 心小碗抱着膝盖, 思绪也飞回了青舞飞扬, 白衣飘飘的年代。 那时候她还是舞蹈系的大学生, 每天学院门口挤满了宝马奔驰奥迪灵制, 都是来接女生的附加字帝或者大款,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自己一步步滑向深渊。 心小碗是艺术特长生, 上学比一般孩子早, 虽然比刘汉东高了一届, 但两人年龄相仿, 也就是三个月的差距, 聊起童年, 少年时期的故事, 特别有共同话题, 不知不觉, 屋内星号星号暧昧的气氛就变味了, 俩人一起回忆青涩的学生年代, 感慨无限, 新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我们喝酒吧。 新小碗从酒柜里拿出威士忌, 四季酒店的洋酒, 可不是酒吧里那种小作放自己罐装的假货, 而是纯正进口真品, 烈性得很。 新小碗很喜欢喝酒, 熟练无比地开瓶, 拿了两个杯子, 打开冰箱加了冰块, 倒上浅浅的琥珀色酒叶, 和刘汉东碰杯, Cheers! 说完一氧搏干了, 刘汉东也干了, 新小碗继续倒酒继续干, 不一会儿酒进, 上来拦都拦不住。 大半凭威士忌飞速下去, 爱喝酒, 但是酒量不济的新小碗也趴在了桌子上, 敞开的浴袍领子内, 春光外泄。 他喝醉了, 事情反倒好办了, 刘汉东将新小碗抱起来放到床上, 还有一丝残存意识的新小碗呢喃道, 不要啊, 你个臭冬瓜, 其实这个不要和呀买碟是一样的, 都是欲据还迎的意思。 但刘汉东这个不绝风情的家伙, 还真就不要了, 给新小碗盖上呗, 自己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起来。 早上八点, 阳光从薄纱窗帘外射进来, 新小碗睁开惺忪的睡眼, 打了个娇肉无比的哈欠, 伸出白偶一般的胳膊, 拿起床头小钟看了看, 忽然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家里, 而是在酒店。 一个机灵爬起来, 先摸自己身上, 依然裹着浴袍, 似乎没发生什么, 在看旁边的床单, 凭整无比, 显然没人躺过。 刘汉东坐在沙发上欣赏着江景, 回头道, 你醒了, 宿醉的感觉怎么样? 还好, 头不疼。 新小碗忽然意识到自己没熟悉打扮, 最糗的一面都被人看见了, 慌忙跑进浴室对着镜子照, 头发蓬乱, 眼皮浮肿, 眼角也有了一丝余尾纹的迹象, 老了。 洗脸之后, 新小碗扎了个简单的蚂蚁疤, 穿衣出来, 下楼吃早饭吧。 刘汉东点点头, 两人一起下到二楼自住餐厅吃饭, 五星级酒店的早餐非常丰盛, 琳琅满目。 刘汉东端了满满两大盘子, 引起一些人侧目, 新小碗也称怪道, 能吃完吗? 还不够呢, 待会再拿一些。 刘汉东拿起刀叉狼吞虎咽起来, 新小碗一般中午才起床, 早上也不爱吃饭, 只是象征性地陪着刘汉东吃一些, 看他胃口这么好, 心里暖暖的, 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充斥着内心, 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吧。 看你, 都吃到嘴边了, 大冬瓜, 大傻瓜。 新小碗拿起餐巾 只帮刘汉东擦拭着嘴角的果酱, 两人亲密的就像是一对情侣。 旁边有人路过, 诧异地看了刘汉东胳膊上肾血的绷带, 新小碗不客气地白了那人一眼, 以貌取人, 狗眼看人低, 什么东西。 同时他也觉得, 刘汉东这一身打扮太朴素了, 得给他新置办一身行头才好。 刘汉东终于吃饱了, 新小碗拉起他, 走, 带你去购物。 四季酒店的一楼 大堂内开设几家奢侈品牌授权专营店, 男士服饰皮鞋很多, 看掉牌上的价格, 能把人吓一跳, 随随便便一件衬衣就要三四千。 不过新小碗拿的是白金卡, 可以任意耍。 他们先进了一家阿玛尼店, 新小碗不由分说, 指着几件衬衣西装说, 这些都拿下来, 试试。 刘汉东说, 不好吧, 这样。 新小碗说, 你救我一命, 帮你买几件衣服算什么, 别废话, 听姐姐的, 快进去试穿。 刘汉东只得拿了衣服进了试衣件, 营业员察言观色讨好道, 小姐, 你男朋友好有行哦。 那是, 新小碗心里美滋滋的, 不一会刘汉东出来了, 全身上下焕然一心, 令人眼前一亮, 两个年轻的女营业员都看傻了, 这男的是模特吧。 新小碗却淡定得很, 阿玛尼黑标, 这牌子差了点, 不过也好了, 一边吩咐营业员, 这鞋都要了, 刷卡。 先先御纸, 夹着白金信用卡亮出来。 营业员忙着打单据, 新小碗上上下下打量着刘汉东, 笑眯眯道, 不错, 好像还差双鞋, 脖子上还需要一根项链。 正好旁边有家, Farrow高墓店, 新小碗拉着刘汉东过来, 挑了一双男鞋试穿, 果断买下。 走, 去横隆广场。 新小碗意犹未尽, 在这购物实在不爽啊。 服务生将新小碗的路虎开到大门口, 车身上刀痕依然斑驳, 他促眉道, 这车不能开了, 给我们找一辆车接送一下。 大唐经理立刻安排了一辆带司机的奔驰S350, 新小碗还不满意, 我们要自驾, 不要太张扬的车。 于是又换了一辆奥迪A4, 这回才满意。 刘汉东驾车, 新小碗指路, 直奔进江最奢华的购物场所横隆广场而去。 路上新小碗忽然问起, 你手机号多少, 我还没记呢? 手机丢了。 刘汉东说, 前面有一家卖苹果手机的, 先停一下, 我帮你买一台。 新小碗毫不犹豫道。 不用了。 刘汉东赶忙谢绝, 苹果手机很容易被追踪下落, 他可不想把一切都暴露出去。 没有手机怎么行, 就当我借给你用的。 新小碗霸道得很, 执意要买, 刘汉东拗不过他, 只好任其买了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继续前往恒龙广场的路上, 忽然新小碗的手机响了, 看了下号码, 顿时花容失色, 向刘汉东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然后接了电话。 老公, 现在想起来给人家打电话了, 昨天晚上, 没干什么呀, 我出去玩被人家追杀, 车玻璃都砍碎了, 我可不敢骗你, 车还没送4S店, 我过会发张照片给你看, 什么, 我昨天住哪儿的, 你还好意思问, 我差点被人砍死你有一句安慰的话吗? 反倒疑神疑鬼, 我不听, 我不听你解释。 新小碗愤怒地挂了电话, 咬着嘴唇想了想说, 东瓜, 今天不能去购物了, 我要先回去一趟。 回酒店还是回家, 刘汉东并不奇怪, 新小碗这样被保养的二奶, 其实并不自由。 回锦江豪亭, 处理一些事情先。 新小碗表情变得忧郁起来, 望着车外不再说话。 刘汉东开车, 将他送回了锦江豪亭, 然后开回酒店, 路上发现后面有车在闪灯, 是王兴的哈佛。 哈佛开了上来, 和奥迪A4并行, 王兴降下车窗道, 哥们, 昨晚上滚床单爽透了吧。 爽你妹啊, 老子啥也没干。 刘汉东说, 王兴瞅一眼刘汉东的新衣服, 嘖嘖连声, 人靠衣上马靠安, 你这一身行头不少钱啊, 这是被包养的前奏啊。 刘汉东先将奥迪车送回了四季酒店, 然后坐王兴的车重回锦江豪亭, 停在江边树荫下, 这正好可以接收无线摄像头反馈来的画面。 金木辰怎么还没来? 王兴捧着煎饼果子啃着, 盯着监控屏幕。 刘汉东不饿, 他早上自助餐吃多了, 人家是市长, 要注意影响的。 对了, 你监控他家电话没有? 新小婉家里固定电话很少拨打, 只是用来上网用, 要不然就是保姆打电话回老家。 平时他都是用手机联系, 具体话单还没拉出来, 就算找到也没用。 现在的人谁没有几个隐蔽的号码, 无法证明就是金木辰用的。 聊着聊着, 就又提到昨晚上到底干没干的问题上, 刘汉东坚持说只是闲扯了一夜, 啥也没做, 王兴扼腕叹息道, 你二儿, 必从门前过, 不日是罪过, 人家洗干净送到你跟前, 你都不下手, 这不是罪过了, 是犯罪行为你知道不。 刘汉东说, 得了吧, 我可不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此言差矣, 一切都是为了工作, 不对, 是为了自由, 张爱玲的书你看过没? 你这种粗人肯定没看过, 我给你讲啊, 张爱玲说过, 通往女人内心最直接的通道, 就是, 太粗俗了, 你理解意思就行, 反正想让女人对你死心塌地, 可见的猛星号星号就行, 色戒, 你总看过吧, 梁操为眼的, 反正就是操啊操啊, 就操出真感情了。 刘汉东盯着口沫横飞的王兴看了半天, 你说这些啥意思, 要不你上? 我倒是想, 可是女人都是先入为主的, 现在她的内心已经容不下别人了, 你赶紧把她办踏实了, 金木尘的贪腐证据手到擒来, 然后你俩远走高飞, 从此在马尔代夫过着没修没扫的生活, 嘖嘖, 我都替你美得好。 刘汉东陷入沉思, 王兴话操礼不操, 牺牲一下色相似乎也不是不可以吗? 而且也不吃亏, 只要别让玛林知道。 来了, 忽然王兴一个机灵坐起来, 屏幕上出现男人的侧影, 中等身材, 白衬衫黑西裤, 戴着眼镜, 正轻轻叩门。 是金木尘, 没错, 就是他, 王兴激动起来。 金市长工作很忙, 但还是抽出时间来巡视一下后宫。 新小婉是他还在当副市长的时候收纳的二奶, 那时候新小婉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正愁在省城找不到工作, 金副市长一句话就给他安排了省图书馆的清闲工作。 感动的小丫头不知道该怎么表示才好, 当天提着一搂子水果来感谢金木尘, 这也是打动金木尘的关键, 他觉得这女生挺单纯的。 金木尘当时就主抓晋江市的基建, 拆迁安置, 道路拓宽经济试用房等项目都需要他拍板定夺, 可谓财大气粗。 他追新小婉的招数很普通, 就一招, 拿钱砸。 还记得当时, 金副市长带新小婉去横隆购物, 一天花了十万块, 放到现在似乎不算什么, 但在那时候, 对于一个刚出校门的青涩女生来说, 已经足够震撼了。 当然这还只是大餐前的小点心, 购物完毕, 一辆红色的甲壳虫汽车出现在眼前, 金木尘笑眯眯地说, 你上班路远, 这是叔叔送你的代步工具。 当时新小婉就泪如雨下了, 被金木尘的大手笔打动, 当晚两人下塌于希尔顿酒店, 新小婉皮肤极其白皙, 汗毛细微, 还是白虎, 整个人如同白瓷娃娃一般, 见多识广的金木尘如同捡到宝一般, 过了没几个月就弄了一处酒店式公寓, 金屋藏娇了。 新小婉很乖很懂事, 开销也不算大, 而且有个好处是不能生育, 可以尽情地中出, 而且练舞蹈的女生柔韧性极佳, 任何高难度姿势都能玩, 一次码什么的都是小意思。 金木尘是个谨慎的人, 不爱流连风月场所, 家中备有名气, 可以减少政治上落马的风险, 所以对新小婉极其宠爱, 没过两年就给她置办了 紧将豪亭的错层豪宅, 陆续又换了几辆车, 极光已经是第四辆了。 但是在好玩的东西, 玩的次数多了也会腻, 金木尘荣生市长之后, 权力大增, 又陆续开辟了几处金屋, 渐渐地到锦江豪亭的次数就少了, 即便来也是应付差事, 糊弄两下就算完, 搞得新小婉很不满意, 张罗贼要给老工作要善滋补, 但金市长心里明白, 不是自己的事儿, 是审美疲劳。 周慧敏那样的大美女, 倪震都审美疲劳, 在外面打野时, 更何况他金木尘, 当然相处这么多年, 感情还是有的, 为防止新小婉偷吃。 金市长从家乡找了两个保姆伺候他, 明约伺候, 其实监视的成分占多数。 本来昨晚金木尘打算来临行新废子的, 可是临时有变故, 陪客商吃饭喝酒去了, 结果今天就出事, 早上保姆打电话报告说, 新小婉晚上没回家睡觉, 金市长顿时感到头上有些绿油油, 推掉中午的应酬, 跑来查问。 此时新小婉已经做好了应对措施, 坦然面对金木尘, 帮他拿拖鞋, 侦查到水柔肩膀。 嗲声蝶气道, 老公, 人家昨天可惊险了, 差点被人绑架。 哦, 怎么回事, 金木尘故作惊讶, 其实心里不当回事, 女人啊, 为了争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夸大其词, 更是家常便饭, 他只想知道昨夜新小婉住哪儿的, 有没给自己戴绿帽子。 不信你看, 车都被人砍坏了。 新小婉拿出手机给他看, 里面有好多路虎车身伤痕的照片, 引擎盖上深深的刀痕, 触目惊心。 金木尘一惊, 浮了浮眼睛仔细看, 不光引擎盖上有, 车窗上也有被砸击的痕迹。 什么人干的? 你去哪儿了? 金木尘很震怒错愕。 我昨晚上和琪琪去糖果酒吧玩, 遇上黑社会了, 幸亏我们跑得快, 只是车被砍坏了, 人没事, 我没敢回家, 到琪琪家过了一夜, 打你电话也不接, 没良心的。 说着, 新小婉眼圈红了, 狠狠在金木尘肩膀上掐了一下。 金木尘信了一大半, 他昨晚上用来和新小婉联系的手机关机了, 自然接不到电话, 想了想做出痛心疾手撞。 宝宝, 对不起, 是我疏忽了, 我会补偿你的, 这辆车就不要开了, 你想要什么新车, 老公给你买。 新小婉见好就收, 用手拖着腮帮, 装作思考的样子。 嗯, 我要一辆越野能力强的车。 明年和琪琪一起自驾游西藏, 琪琪说硬派越野车里, 木马人最酷。 金木尘清笑起来, 木马人最贵的一款, 不过六十万, 毛毛鱼而已。 没问题, 只要宝宝高兴, 就是天上的星星一样买给你。 中午不走了吧, 我做饭给你吃。 新小婉松了一口气, 总算门混过关了, 琪琪是她的闺蜜, 美容院认识的, 每次都拿来当挡箭牌, 与世不爽。 好啊, 尝尝宝宝的手艺进步了没有, 我先上个洗手间。 金木尘有些内急, 走进洗手间, 手机却落在桌上。 手机震动了一下, 跳出信息, 内容是老公, 饭已做好, 等你密系。 发信人是宝宝。 新小婉觉得, 心被狠狠弯了一刀, 本来还仅有的一丝愧疚, 也当然无存了。 天知道金木尘在外面有几个宝宝, 而自己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他悄悄将这个号码寄了下来, 走进厨房准备做饭。 过了一会, 金木尘过来了。 宝宝, 实在抱歉, 市里出了点事, 需要我过去处理一下, 不能陪你吃饭了。 新小婉做婉西状, 吃了饭再走吧, 很快就好了。 金木尘看看手表, 实在来不及了, 过几天我再来品尝你的手艺。 那好吧, 我要礼物哦。 新小婉撅着嘴, 解下围裙, 送金木尘出门, 临走前两人还吻别了一下。 楼下汽车里, 王兴跳起来, 我操, 这么快, 金市长是快枪手啊。 要不怎么说新小婉 是深归怨妇呢? 欲求得不到满足啊。 要不王总你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去送一下温暖, 留汉冬道。 得了吧, 人家朝思暮想的男神是你。 两人斗嘴的时候, 金木尘已经下到停车场, 司机坐在帕萨特里玩手机, 见金市长下来, 也不多言, 发动汽车驶出停车场。 金木尘形势很谨慎, 会二奶的时候, 从不乘坐自己的奥迪A6专车, 那车牌太扎眼, 很容易被人盯上, 小心行得万年船, 低调点没坏处。 去人横临江, 金木尘吩咐道, 他最近又包养了一个鲜嫩多汁的音乐系女生, 有些天然带, 喜欢动漫和郭敬明, 不过胃口也很大, 家里的茶杯都得是爱马仕的。 车也必须是保时节级别, 一个月的花费顶得上新小婉一年的开销, 贵是贵了点。 但这钱花的值, 和这个女孩在一起, 金市长觉得自己都年轻了三十岁。 忽然想起新小婉汽车被砸的事情, 金木尘拿起手机拨打了 金江市局一把手沾树森的号码。 树森啊, 我老金, 我有个亲戚, 昨天晚上在唐国酒吧让人打了, 汽车都被砸了, 是一辆白色的路虎, 这案子你留意一下, 金江的投资软环境很重要, 对于暴力犯罪分子, 路头就要打鸡, 打狠打疼, 严肃处理, 就这样吧。 新小婉知道是谁打的小报告, 家里两个保姆, 一个年长的叫霞姐, 年少的叫小玉, 霞姐很精明, 平时也很留意自己的举动, 金木尘的眼线应该是她。 小玉, 下午跟我出去逛街, 给你买几件衣服, 再买个新手机。 新小婉说, 霞姐听到, 心里不大舒服, 又不好表现出来, 只能干击。 新小婉瞟一眼她, 霞姐, 你儿子该上高中了吧, 学费有着落了吗? 已经上了, 学费交过了。 霞姐低声下气答道, 儿子上高中, 你都不回去看看啊, 是缺路费, 还是不敢请假。 新小婉故意诱导, 霞姐是乡下精明妇女, 焉能不懂, 故作矜持道, 家里用钱的地方多, 能省就省了, 再说这边, 也忙走不开。 新小婉拿出一叠钞票, 我这边没什么事, 你要是想回去看看呢, 就帮我带点礼物给家里, 要是实在抽不出时间呢, 我也不勉强。 霞姐不是傻子, 县官不如县管, 金市长虽然用得着自己, 但新小婉一句话 也能撵自己滚蛋。 她立刻回答, 那就谢谢小姐了, 我正想回家看看呢, 大半年没回去了, 新小婉递给她两千块钱, 拿着给孩子们买点糖吧。 霞姐千恩万谢地收拾东西去了, 等会就直接去长途汽车站, 新小婉计谋得逞, 心中得意, 趴到床上给刘汉东发信息, 冬瓜, 下午有空吗, 去横隆接着购物。 发完信息, 霞姐的东西也收拾停档了, 过来告辞, 小姐, 我回家几天, 有事给我打电话。 新小婉还是不太放心, 把小玉叫过来说, 你送一下霞姐, 打搁地去长途车站, 说着递过去一百块钱。 小玉很听话, 陪着霞姐下楼去了。 刘汉东这回正在楼下呢, 忽然手机响了, 拿出来一看是新小婉发来的信息, 王兴一把抢过去, 惊叹道, 爱封手机, 新款哦, 冬瓜, 下午有空吗? 肯定有空啊, 去横隆接着购物, 必须去啊, 我帮你回复了。 不一杨怪气会死啊, 刘汉东把手机抢回来, 发现信息已经恢复成功, 就一个字去。 等等, 雅保姆都出门了, 吊虎离山啊, 你还真的必须去, 趁他家没人, 我好进去装摄像头窃听器, 赶紧的。 王兴正色道, 刘汉东沉吟片刻道, 好吧, 我就牺牲一次。 王兴抬脚就踹, 滚, 再嘚瑟, 我踹死你。 刘汉东跳下车, 给新小婉发条信息, 我就在小区门口, 下来吧。 然后, 整理一下衣服, 向大门走去, 呼听身后王兴喊道, 等等。 原来王兴从花坛里, 折了一只含苞待放的粉色月季花, 递过来说, 不拿点礼物说不过去。 好吧, 我服了你了。 刘汉东拿着月季花走了。 新小婉收到信息, 胸中小鹿乱撞, 竟然有高中时期初恋的感觉, 他慌忙奔到梳妆台前, 心慌意乱地, 不晓得该怎么识夺自己, 又怕冬瓜等得着急, 擦了点粉底霜, 涂了些浅色唇膏, 然后钻进不进是衣帽间, 翻箱倒柜找衣服, 他的衣服实在太多, 飘得眼花缭乱, 索性闭着眼睛, 从下妆里拿了一套淡绿色的连衣裙, 又配上颜色搭调的包包和鞋子, 对着镜子里含苞带放地自己怒了弩嘴, 花枝招展地出去了。 看到他下了电梯, 走廊尽头电器井旁, 装模作样的煤气检修工, 拎着工具包走了过来。 出了锦江豪亭大门, 转过一个弯, 就看到刘汉东坐在花塘护栏上玩手机呢。 欣小婉怦然心动, 依稀回到中学时代, 男朋友在校门前, 倚着山地车等自己。 刘汉东玩手机玩得入神, 欣小婉想悄悄从后面绕过去, 蒙住他的眼睛, 走了两步就被发现。 你来了? 刘汉东收起了手机。 好美的玫瑰, 送给我的吗? 欣小婉做惊喜状。 嗯,有人送给你的。 刘汉东将月季花缝上, 看了看高耸入云的锦江豪亭大厦, 想必王兴已经潜入欣小婉家里了。 谢谢。 欣小婉接了花, 很珍惜地拿在手里, 正好一辆空时的出租车迎面过来, 他赶忙节停下来, 和刘汉东一起上车, 吩咐司机, 去横隆广场。 到了横隆广场, 欣小婉从爱马仕包包里 拿出一副硕大的墨镜戴在脸上。 这是尽将名流汇集的场所, 保不起有人认识自己, 万一传到金木尘耳朵里, 就不好了。 横隆广场一楼都是奢侈品专卖, LV, 爱马仕这些先不急着逛。 欣小婉认为, 当务之急是给冬瓜买一只好点的万婉, 先进了万国婉店, 发现皮婉带居多, 不搭配刘汉东的硬汉气质, 于是又拐进了欧米茄婉店。 这个拿出来试试。 欣小婉一眼看中海马8500钱水婉, 橙色陶瓷婉圈金属三珠链, 绝对够炫够骚, 价钱也很适中, 四万四而已。 谁还带婉啊, 看时间有手机就行。 刘汉东道, 傻瓜, 手表是男人的手势, 不是看时间用的, 是彰显身份的。 欣小婉戳了一下刘汉东的额头, 亲密无比, 心思却回到当年第一次 跟金木尘逛横隆的时候, 自己也是这样, 傻乎乎说看时间有手机就行, 结果被金木尘笑话了很久, 如今他已经拥有了十几块名表。 太贵重了, 我受不起。 刘汉东还是一脸的不情愿, 他越是这样, 欣小婉越觉得有趣, 这汉子真性情, 淳朴厚道。 你就试试吗? 欣小婉撒着娇, 逼着刘汉东是戴了手表, 效果还挺好, 立刻让营业元节表恋, 开票刷卡。 刘汉东很不爽, 他不喜欢不劳而获, 更不喜欢花女人的钱, 尤其这个女人的钱 还是来自于包养费用。 被二奶包养的小白脸, 自尊上实在无法接受, 他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似乎所有人都盯着自己, 洞悉了自己的身份, 甚至在背后直直戳戳, 窃窃私语。 欣小婉感受到刘汉东的不悦, 赶忙哄他道, 好了, 不逛了, 去吃下午茶。 这里是高级商业区, 出门就有各种饮食店茶餐厅, 找了一家装潢很典雅的茶餐厅。 欣小婉叫了一堆吃的, 见刘汉东还是兴致不高, 便问道, 是不是不喜欢欧米茄。 渐江的万表专卖店还是不够多, 顶级品牌都没进来。 不是不喜欢, 而是你的礼物太重了, 我受不起。 刘汉东道, 可是你救了我的命来, 再贵重的礼物也不足以表达我的感谢。 欣小婉愈发感觉到刘汉东的可贵之处, 若是换了那些鸭子, 早就沾上来了。 萍水相逢罢了, 我不是想救你, 而是和段二炮有仇。 刘汉东估摸着, 王兴也该装好监控设备了, 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 该把话说清楚了。 可是, 欣小婉有些没招了, 但仍不死心你不是做汽车修理的吗? 要不我投资帮你开个厂吧。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刘汉东反问了一句。 欣小婉一时语色, 我, 我家里的钱, 我老公的钱, 他是做生意的, 常年在外。 你老公做什么生意的, 挺赚钱啊。 刘汉东摆出闲谈的架势。 做房地产的, 进江好多楼盘都是他们公司开发的。 欣小婉信口开河, 他只晓得房地产是最赚钱的生意, 所以就往这上面扯。 哦, 哪家公司, 那是大亨级别的人物, 啥时候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我老公不是总裁, 是股东, 进江几家大开发商, 他都有餐股, 等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不过, 你确定想见他, 他很有势力哦, 你不怕他找人砍你, 心小玩笑咪咪看着刘汉东, 等待他的反应。 一般的血性汉子, 肯定要拍胸脯, 表示自己很难忍, 天不怕地不怕, 但刘汉东却不以为然, 他为什么砍我? 因为咱们, 共度了一夜哦。 心小玩摇晃着吸管, 大胆而暖昧地盯着刘汉东, 脚尖在桌下拨弄着刘汉东的鞋子。 刘汉东冷笑, 给你钱花的男人, 未必是你老公, 我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不好意思, 我有事先走了。 说完, 将新买的苹果手机放在桌上, 扬长而去。 心小玩羞怒交加, 想起身去追, 但双腿一点力气都没有。 他终于明白, 刘汉东根本就没看得起自己, 他完全猜出自己的二奶身份, 这会儿只是须一尾蛇罢了。 自尊心大受打击的心小玩呆坐了许久才缓过进来, 暗骂自己太贱, 没事。 养什么小白脸啊, 还是赶紧回家做美容学菜谱, 把老公伺候好吧。 买单。 心小玩扬起一只手, 服务员过来说刚才那位先生已经买过了, 他还算绅士。 心小玩失落的心稍微平衡了一些, 叹口气将苹果手机和手表收进包里, 出门打车回去了。 心小玩和刘汉东逛街的时候, 金市长正在另一处藏郊金屋与19岁的音乐系女生林格格颠缠捣,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疯狂, 林格格到底是比心小玩小了近十岁, 在床上的表现堪称狂野。 人横临江的房子也是高层, 卧室的一面玻璃墙正对着淮江, 景色比锦江豪亭还要略胜一筹, 这种玻璃墙是进口材料, 从外面看不到里面, 隐私性很好。 柔软的大床上, 林格格一丝不挂, 娇喘吁吁。 金市长长驱直入, 霸气无边, 有句话说权力是男人的春药, 一点不假, 如果不出什么差错的话, 金木晨就要升任 静江新号新号新号了, 想到这个他就意气风发, 神勇无比。 爸爸, 快, 林格格忽然尖叫起来, 金市长颤抖两下, 一泻如注, 他最受不了这个。 有次林格格开玩笑说, 老公和我爸爸一样大, 以后也喊你爸爸算了。 这种称呼, 让金市长感到另类的刺激, 每次一喊这个就缴械。 完事之后, 金市长四仰八叉躺着, 任由林格格帮自己清理干净, 这小女生到底是学音乐的。 新号新号的本是一流, 呼听咔嚓一响, 分明是相机快门的声音。 惊得金木臣一个机灵坐起来, 抢过手机说, 可不敢乱拍, 多少人栽在这上面。 林格格撅起嘴, 人家知道喽, 下次不敢了。 将刚拍的照片, 当着金木臣的面删除了。 金木臣这才放心, 起身冲了个澡, 穿上衣服, 依然道貌黯然。 干爹, 晚上来我这吃饭吧。 林格格穿了件宽大的T恤, 凑过去撒娇。 饶了干爹吧, 你的黑暗料理我实在想不住, 牛排都煎成焦炭了。 金木臣苦笑道, 拍了一下林格格的小脑袋一会老公, 一会爸爸, 一会又是干爹, 到底是什么呀? 随我心情了。 林格格蹭着金木臣, 如同慵懒的小猫。 乖, 过两天再来看你。 金木臣恋恋不舍地下楼去了, 坐到车里, 金木臣拿出手机, 有几个未接电话, 大部分不重要, 有一个是詹树森打的, 他立刻拨了回去。 树森, 什么事? 刚才在座里聊没听见。 金市长, 您交代的案子查清了, 您那亲戚真不简单, 一点亏没吃, 还把几个家伙打成重伤, 住进了医院。 金木臣立刻坐直了身子, 这是怎么回事? 他没说话, 继续听詹树森汇报。 我已经压下去了, 对方不敢闹事, 毕竟他们也有过错, 在闹事区打架斗殴, 不过迪巴那种地方女孩子, 还是尽量少去, 鱼龙混杂社会人员特别多, 金市长, 金市长。 哦, 知道了, 谢谢你了, 金木臣不动声色道, 金木臣行事谨慎, 他深知官场无朋友的道理, 即便詹树森是自己这条线上的人, 也不能让他过多了解自己的私生活, 把柄捏在别人手里的感觉可不好。 但他又很多疑, 新小婉昨晚到底和谁一起去的酒吧, 又是谁把流氓打成重伤, 他拿起手机打给自己的秘书小吴, 让他去调查一下此事, 又特别交代了一句, 别麻烦詹局长了。 今晚要招待男方来的客商, 洽谈招商引资的事情, 金市长将这些琐碎的家务事丢到脑后, 抽时间在车上小咪了一会, 半小时后就精神百倍地出现在会场上了。 詹树森接到金木臣的回殿后, 也没当回事, 领导家属出点事情找他安排, 那是信得过自己, 不过这案子确实有点意思, 派出所说根本就没接到报案, 事后查访唐国酒吧的经营者, 也说啥是没发生, 酒吧所在大楼和停车场的监控录像也丢失了, 白色路虎的资料还是通过交通探头查到的。 派出所查问了线人才知道, 昨晚发生斗殴, 血魂堂的老大被人打了, 鼻梁骨都断了, 几个小弟也不同程度受伤, 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开路虎的男人干的。 可这辆路虎极光的登记人叫新小婉, 户籍在本市, 年龄二十八岁。 这些资料汇集到詹树森案头, 让他觉得很值得玩味, 金木臣是外省人, 本是没亲戚。 他能和新小婉是什么关系, 莫非是长期包养的情人, 詹树森到底是干公安的, 心细如发, 觉得这条线可以追踪下去, 掌握一点领导的隐私, 对自己有意无害。 此事必须交给最可靠的人去做, 詹树森拿起电话, 小宇,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刘汉东和王兴碰头之后, 把会面经历讲述一遍, 气得王兴垂胸顿足, 装什么庆高啊, 海马八千五百那表很骚的, 我早想买了, 就是钱不得闲, 你倒好, 送你都不要。 你要是愿意当小白脸, 可以自己去联系, 反正我是不愿拿他的东西。 拉倒吧, 人家给你买一身衣服, 你怎么还穿着呢? 那是我该得的, 我就他一命。 你这个心理要不得, 你是觉得新小婉的钱来路不正对吧? 我开导开导你, 他的钱是谁给的? 金木成对吧, 金木成的钱哪来的, 是腐败来的人民的血汗钱, 是不义之财, 他包养新小婉, 新小婉在你身上花钱, 等于人民的血汗钱, 回到人民手里,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天经地义。 得了吧, 说说你的进展, 摄像头安上了吗? 提到这个, 王兴不再贫嘴, 洋洋自得道, 装好了, 你绝对猜不到装在什么地方。 别买棺子, 说。 装在卧室天花板上, 摄灯照子里, 搭上照明电路宫殿, 二十四小时开机, 远程监控, 只要金木沉上了新小婉的床, 绝对拍得清清楚楚。 好吧, 但愿金木不要冷落了新小婉。 我也这么想, 如果他十天半个月不来, 咱们就惨了, 刚才龙开疆的人打电话过来, 说再不拿出点硬东西来, 就让咱们蹲大牢。 刘汉东沉默了。 当晚宴会上, 金木沉喝得大醉, 按说这个级别的领导, 浅尝者只即可, 但来访的商务代表团级别不低, 必须拿出近江人民的诚意来, 金市长舍命陪君子, 喝了足足一瓶洋酒, 见现场气氛烘托得差不多了, 金市长就先行退席, 酒喝得不少, 菜却没怎么吃。 鸡肠碌碌之下, 就想到新小婉的好处了, 吩咐司机去锦江豪亭, 拿出手机给新小婉发个信息, 宝宝, 我马上到, 下面给我吃。 新小婉下午去把四季酒店的房间退了, 路虎车让4S店的人开去修理, 傍晚又去找琪琪聊了一会天, 喝了几杯咖啡, 还是觉得索然无味。 刘汉东的冷漠眼神伤到了他, 伤得很深。 金木沉发来信息的时候, 新小婉刚到家, 立刻忙碌起来, 下了一把面条, 用鸡汤勾兑好, 撒了香油和碧绿的小葱, 包一枚煮鸡蛋切开了, 卤牛肉和大虾铺在面条上, 色香味俱全。 面条刚做好, 金木沉就到了, 小玉上前奉上拖鞋。 霞姐呢? 金木沉随口问了一句, 霞姐家里有事, 请假回去了。 小玉怯声声答道。 金木沉嗚了一声, 没当回事, 跟拉着拖鞋来到饭桌前, 看到新小婉的面条, 不禁食欲大开, 连面带汤吃得精光, 感慨道, 还是宝宝下的面好吃啊。 切, 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宝宝呢? 新小婉称道。 金木沉也不狡辩, 只是嬉皮笑脸地说, 那些都是应酬着玩的, 我对你是真心的。 小婉, 咱们在一起也有四年了吧? 四年零一个月又三天, 我最宝贵的青春都献给你了。 新小婉有些发呆, 金木沉隐隐有些不快, 新小婉最近总喜欢长须短叹, 快成深宫怨妇了, 还是林格格那样的女孩子 能带给自己更多的欢乐和松弛。 好了, 别感叹了, 洗洗睡吧。 金木沉起身进了卧室, 脱衣服洗澡。 江边树音下, 王兴睁开了眼睛, 猛扑到屏幕前, 快看, 说曹操曹操到, 金木沉来了。 画面不算很清晰, 摄像头受到摄灯光芒影响, 只能隐约分辨出人形。 幸运的是, 过了一会摄灯就关闭了, 就看到暗淡灯光下, 新小婉披着薄纱进来, 背对着摄像头轻轻一抖, 薄纱落地, 露出曼妙曲线。 王兴咽了一口咸水, 金氏肠大腹便便, 戴着眼镜半躺在床上, 两人掩起了活春宫, 只见金木沉趴在新小婉身上, 开始俯卧撑, 王兴替她独秒, 一千二百三十四, 九。 我靠, 九秒钟结束战斗, 快枪手啊。 王兴嘖嘖连声, 灯光又暗了一些, 新小婉去洗澡了, 今是长沉沉睡去。 可惜了, 流汗冬道。 王兴看了她一眼, 可惜什么, 好臂都让狗日了, 兄弟看太些吧, 努力考公务员, 什么样的娘们日不到。 流汗冬没说话, 事不宜迟, 王兴立刻联络了龙开江方面, 连夜将视频证据送过去, 龙开江不在国内, 杨庆接待了他俩, 就是奔驰车里那个男人, 他看了视频之后点点头, 还可以, 先这样吧。 咱们之间两清了。 王兴说, 杨庆鄙夷的笑了笑, 五六百万的宾利车, 一个小视频就能两清, 你想得太简单了吧。 你还想怎么样? 流汗冬怒道, 有什么事, 我还会找你们的, 就这样吧, 送客。 杨庆端起了小茶壶, 第二天, 金木辰正在市政府办公室 正经危坐, 扫视着小吴秘书写的发言稿, 待会有个党员 先进性教育的报告会, 他有重要讲话。 忽然吴秘书进来道, 金市长, 杨庆要见您。 不见? 金木辰头也不抬地说, 他说一定要见, 手上有您感兴趣的东西。 吴秘书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金木辰冷笑起来, 那就让他进来, 我倒要看看, 龙开疆怎么个困兽游斗。 不一会儿, 杨庆进来了, 神采飞扬的一点, 不像来哀求的样子, 他也不废话。 直接递上一个小平板电脑, 上面是暂停的视频。 金木辰看了一眼, 脸色就变了。 视频拍的是新小婉家的卧室大床, 主角是自己, 而且就是昨晚发生的故事。 如果这段视频落在政敌手中, 对自己肯定是不小的打击。 你想要什么? 说。 金木辰脸色冷峻无比, 挥手让吴秘书出去了。 杨庆反倒低调起来, 很诚恳地说, 金市长, 我们也是被您逼到绝路了, 生态城价值十几亿的土地, 您不能说吞就吞啊, 好歹给我们留条活路。 金木辰说, 龙开将玩得太过火了, 非法集资十五亿, 将必他都不为过。 生态城的土地当初是谁批给你们的? 还不是我, 你以为掌握一段视频就能要挟我? 告诉你, 我一句话就能封杀所有媒体, 你有视频都发不出去。 再说了, 谁知道你是不是PS的? 杨庆皮笑肉不笑, 谁要能PS到这种水平, 直接去好莱坞搞特效了? 金市长, 游戏规则是拟定的, 你不能不遵守, 我们手上还有牌没出, 你就说你赢了, 这样不好吧? 对, 你是能封杀媒体, 可我要是弄一万个优盘到处发呢? 让全市, 全省人民都见识一下你, 金市长的床上英姿, 九秒钟, 快枪手啊。 好吧, 你要什么? 金木辰终于妥协, 他赌不起, 我要二十亿银行贷款。 杨庆伸出两根指头, 还要政策支持, 把生态城化为经济适用房项目, 争取国家拨款。 金木辰很想拍桌子, 大骂你他妈的做梦, 国家银根紧缩, 就算是市长, 也搞不来这个天文数字的贷款。 但是对于一个政客来说, 隐藏和克制真实的情绪是必修客, 金木辰装作很认真的思索, 终于点点头道, 我明白了, 龙开江还是舍不下这片热土, 他想卷土重来, 好吧, 我会考虑的, 但帮他的方式由我来定, 贷款数额也不可能是二十亿。 杨庆郑重其事的一拱手, 谢了, 为表诚意, 金市长是不是先放我们几个人? 汉威投资那些工作人员是无辜的, 我会安排的。 金木辰道, 此刻他心乱如麻, 自己的外宅别业都被人摸清了, 还安装了摄像头, 这还了得。 必须立刻处理, 金木辰沉吟片刻, 拿起了电话机, 直接拨到公安局找詹树森, 问他非法集资案的几个当事人检察院批捕了没有? 能不能取保候审, 说到底都是为了振兴尽疆的经济吗? 要和那些暴力犯罪区别对待。 好, 先这样。 金市长当着杨庆的面打了这个电话, 情绪也镇定了许多。 这视频, 你传播出去了吗? 怎么会呢? 只有我手上这一份。 杨庆道, 当然了, 国外服务器上是还有备份的, 如果我出事, 就会放开下载。 听说金市长最近要容声新号新号新号, 这个结果眼上闹出丑闻可不大好。 金木辰冷笑道, 杨庆, 你以为这样就能要挟到我, 且不说你这视频的真假, 就算是真的又能怎么样? 组织上会因为私生活不检点, 而放弃一名有能力有水平的高级干部吗? 杨庆满脸对笑, 金书记, 您是官, 我们是民, 自古民不与官斗, 我们这不是急眼了吗? 狗急了还跳墙呢? 何况是人? 当然了, 您倒了对我们也没好处, 大家和和气气, 花开富贵, 我们赚钱您步步高升, 双赢不好吗? 金木辰点点头, 你回去吧, 龙氏财团金盘的事情, 我会考虑的。 谢谢金书记。 杨庆故意称呼金木辰还没达到的官嫌, 在金市长看来这就是一种讽刺, 但此时什么都得忍着, 小不忍则乱大谋。 杨庆走了, 金木辰很愤怒地坐了一会, 手指在桌上敲击着, 摄像头都装到家里去了, 领导的隐私大白于天下, 可这事儿又不好让詹树森出面解决, 毕竟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他将秘书吴庆宇叫了进来。 小吴, 有人在我家里装了针孔摄像机, 大袋车里和办公室里都有。 啊, 让二处来查一下吧。 吴秘书道, 公安局二处专干这种活, 但事情捅到他们那里, 就等于自我曝光了, 吴秘书很快醒悟过来, 这事儿还不好麻烦二处,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司, 专门处理类似的事情, 帮人查车里和家里的窃听器什么的。 可靠吗? 金市长心里一动, 民间力量倒是可以用, 大不了不让对方知道自己身份就是。 可靠, 这家公司信誉很好, 对客户的隐私保护的也很到位, 听说老板, 以前是刑警。 好, 你去联系一下, 务必保密。 王兴正在车里打盹, 忽然手机响了, 是个老客户打来的。 王总, 最近生意盲步, 有个活介绍给你, 不难, 查窃听器什么的, 我把号码给你, 你自己联系一下吧。 好, 谢谢了。 随机王兴收到短信, 按照号码打过去, 是个陌生男子接的, 说话干脆利落没半句废话, 直接问开价多少钱。 查车是五千, 查家里是一万起步, 按照房屋面积来计算。 王兴狮子大开口, 他很有经验, 一般来说, 这种客户非富极贵, 万把块钱对他们来说就是毛毛鱼, 根本不在乎。 果然, 对方立刻答应下来, 不过要求多开一倍的发票。 没问题, 王兴暗暗得意, 又做成一桩大买卖, 得亏上回接青石高科的生意时办了发票, 不然现在就得抓下。 按照约定, 王兴来到铁路某废弃货厂, 一辆黑色奥迪A6静静停着, 台照已经被取下, 大概是车主不想让人知道真实身份, 车上有两个人, 一个三十来岁很干练的司机, 另一个自称姓吴文质彬彬的男子, 也不像是车主, 看气质应该是车主身边的工作人员。 王兴没有多问, 干这一行就得有眼色, 这辆车是政府版的奥迪A6, 车主肯定是厅局级以上干部, 被政敌盯上安装窃听器也属正常情况, 以前他接过类似的活。 他拿出探测器开始在车内搜寻, 一翻查找后卸下一个小黑盒子, 但并不是窃听设备, 而是统一安装的GPS定位装置。 现在科技发达, 窃听器会做得很小, 和扭扣电池一般大, 可能藏在任何位置。 我需要拆开一些内饰, 可以吗? 王兴问姓吴的男子。 可以,尽管拆。 男子显然对车是不是会被拆得乱七八糟, 并不在意。 于是, 王兴又拿出各种工具, 把奥迪的中控拆了, 座椅拆了, 顶棚内饰蒙皮, 车内夜灯全都无以幸免, 拆车的时候, 小吴一直在旁观看, 对王兴的娴熟技术和专业态度非常欣赏。 没有窃听器, 这辆车是干净的。 王兴拍拍巴掌, 满头大汗。 麻烦你了, 王师傅。 小吴拿出一个信封递过来, 里面是五千元钞票。 客气了。 王兴将信封塞进包里, 拿起螺丝刀, 我给你们原样装好。 不急, 先放着吧, 你跟我去另一个地方。 小吴坐上王兴的车, 系上安全带说, 去锦江豪亭。 王兴一愣, 几个意思, 不会这样巧吧, 难道这是金木尘的专车? 细想起来, 逻辑完全说得通。 视频交给杨庆, 杨庆威胁金木尘, 金木尘找人查窃听器和针孔探头, 以绝后患。 而自己又是锦江最有名气的私家侦探, 如果不动用公安口的力量, 那就只有找自己出马了。 这辆哈服已经几次出入锦江豪亭, 门卫都认识王兴了, 没办法, 硬着头皮近吧。 师傅, 又来了。 门卫笑呵呵和王兴打着招呼。 王兴只能干笑一下应付过去, 好在吴秘书并没有察觉到什么。 来到楼上, 敲门进屋, 小玉开的门, 她没认出王兴来, 因为上次王兴冒充煤气公司检修工进来的时候, 她正在打扫卫生, 是侠姐一路陪同。 而且, 那天王兴戴着安全帽, 穿着工作服, 今天则是变装打扮。 新小婉在家, 她是认识吴秘书的, 而且刚才金木辰打来电话, 让是让小吴带人来找点东西, 让她配合一下。 王兴拿出探测器装目作样四下扫描, 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果然在客厅沙发背面找到窃听器一个, 在电话机里又找出一个, 在卧室天花板射灯罩子里拉出一个针孔摄像头, 洗手间里也有一个, 这些都是她亲自安装的, 找出来自然不费劲。 新小婉吓傻了, 她虽然胸大无脑, 但也能猜出这些不是好玩意。 吴秘书将这些电子玩意装进一个档案袋, 对新小婉说, 嫂子打扰了, 你好好休息。 就和王兴一起出去了, 又付给她一万五千块现金, 收了四万块的发票, 握手致谢, 合作愉快。 谢谢照顾生意。 王兴笑得很开心, 其实心里不断叫苦, 金木辰追查下去, 一定查到自己头上。 王兴开车走了, 吴秘书打电话 向金市长汇报, 说小嫂子家里已经清理干净。 金木辰松了一口气, 问新小婉那天, 究竟和谁在一起的事情, 查清楚没有。 吴秘书说, 还没来得及, 现在就去查。 你先回来, 把经过详细说一下。 金木辰召回吴秘书, 仔细问了摄像头安装的位置, 安装角度和视频拍摄的角度一致。 他拿出塑料袋里的摄像头端向着, 上面没有机灰, 说明是最近才装上的。 他心中充满愤恨和后怕, 龙开江果然狗急跳墙, 不灭了他, 后患无穷。 摄像头肯定是杨庆派人装的, 至于新小婉有没有参与其中, 金木辰并未生疑, 因为自己对新小婉很好, 每月零花钱十万以上, 要什么给买什么。 这个女人没理由背叛自己, 更没理由为龙开江这样走下坡路的人背叛自己。 家里搜出窃听器和摄像头毕竟不是好事, 得安抚一下新小婉, 不过锦江豪亭是不敢再去了, 那地方肯定被人盯上了。 金木辰让吴秘书打电话, 约新小婉到一家不对外营业的私房菜馆见面。 饭桌上, 新小婉如同受惊的小鸟, 双眼雾蒙蒙的, 老公, 到底怎么回事, 吓死我了。 没事, 有些人想对付我, 最近家里有没有进什么外人, 金木辰依然风轻云淡, 在女人面前她永远成熟稳重。 没有啊, 家里一直没断过人, 我出门的时候, 小玉和侠姐就在家看门, 怎么会进来外人呢? 金木辰心中有数了, 八成是两个保姆出了问题, 千房万房, 家贼难房啊。 回头把他俩都辞了, 以防万一。 金木辰道, 这顿饭吃得很没有滋味, 新小婉担惊受怕, 金木辰心事重重, 吃完饭之后, 新小婉妾生生道, 还去我那吗? 最近就不去了, 安全起见, 还是减少联系吧。 金木辰实在提不起兴致, 那段视频把他憋屈得不轻, 他金木辰可不是早些患者, 而是面对新小婉根本提不起兴趣, 那婉只是象征性地蹭了几下而已, 就推说太累, 早早休息了, 如今事发, 对新小婉就更没感觉了, 那我也不敢回去睡了。 新小婉楚楚可怜道, 这几天先去酒店住也行, 家里需要重新装修。 金木辰看看手表, 决定去林格格那里过夜。 打发了新小婉, 金市长坐进汽车, 吩咐司机去人横临江, 路过花店还买了一大束粉色玫瑰, 来到林格格的住处敲门, 半天才开门, 林格格头发蓬乱, 小脸红晕, 干爹, 你怎么来了? 这是干爹的行宫, 想什么时候来, 就什么时候来, 送给你的。 金木辰将鲜花递给林格格, 好漂亮, 谢谢老公。 林格格惊喜万分, 你吃过饭了吗? 金市长一边解开衣服, 一边往卧室里走, 真热, 冲个早线, 用外面洗手 手间的浴盆吧, 够大, 我帮你搓背。 林格格将金木辰拖进了大洗手间, 拿起帘蓬头将他淋湿, 两人打起了水仗, 林格格夸张地尖叫声冲斥着房间。 卧室大衣柜的门开了, 一个瘦瘦高高的长发少年钻了出来, 将凌乱的床单履瓶, 套上裤子, 拿着衣服点着脚尖走进客厅, 捡起鞋子打开大门, 悄无声息地溜了出去。